字幕志成 字幕志成 制成 對數師姐是一見鍾情 那我們要怎麼說服觀眾 制成是 一見鍾情 那當然想了很多 设计了一些桥段来把它 让它完成这样子 刚好就在那个 制成他肚子饿的时候 他就想要到厨房里面 偷点东西吃 那就没想到被 被人家火歹 其实他是要把头发 绑起来刚洗完澡了 然后在那个毛巾呢 就变成一个像兔子的形状 对 然后他看到我 他吓一跳我也吓一跳 影子还有两个耳朵这样 就转过头来发现 怎么这么可爱一个 然后就 就电到了这样 就被电到了 我觉得我会被他迷伤 有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厨艺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他很可爱的原因 就绑了一个兔儿 对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片段 就觉得好可爱 好可爱 可能就是因为 实在太可爱了 所以制成就被他迷住了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就要来问他本人了 我看过你们相见欢的 那个片段不是你 你说他你没有制成帅 其实是不一样的帅 对吧 你老是说 运气有没有演打 有啊 有啊 但是 很帅 很帅 但是他跟志传不相 如果你现在是没少女 你看到像这样子的 斯斯文文的这个帅哥 你会心动吗 我不敢爱他 为什么不敢爱他 太帅了 当初也是是不是 当初也是 当初也是 我一直拒绝他 对 你一直拒绝他 是因为他真的太 条件太好 对 他好像 你一百多 我一百八 一百八 对 他一百七十四 差也很高 就是身高差 以这个 这个村林师姐的身高 来跟他讲 一百七十四 就很像 差很 孙淑妹把高跟鞋脱掉 站在你旁边 对 跟我的那个身高差距 对 就是好像这个肩膀而已 可是爱森姐 我要跟你报个料 真的 那个相见欢的时候 我见到师姐 然后师姐也是这样讲 就是 他说他那么高 那么帅 我这么矮 这么小一只 他怎么会喜欢我 我在旁边说 你高兴 然后他就转头 他说 对 我就是这样给他骗去的 是吗 对 所以 师姐那天就这么说 我真的会爆料 我一直说我们来分手 你还要跟他分手 我们 我们在一起认识六年 我们十九岁开始恋爱 然后二十五岁才结婚 这六年当中 你有一直要跟他分手 对 一直要跟我说 我配不上你 因为他们的家人也不同意 觉得说我儿子这么帅 怎么起这个 这么小点的 有婚段有离开 都没有讲话这样子 差不多一个多月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还不讲话 对 那怎么办 后来怎么办 他吃他的饭 他吃他的饭 你煮你的饭 对 反正大家都要吃 还是吃你煮的 对 他还是在吃你煮的 对 还是吃我煮的 可是那是我的工作 但是志诚是用坚持 坚持 他就说 他说我很可爱 你笑起来那个眼睛是这样 这样子 咪咪很可爱的 对 所以因为这样是志诚的坚持 所以把你这个心留住 是不是 那可是一刚开始 你真的是抗拒他 对 然后 他的第一次想要约你出去 就是 真的是像那个里面演的 就是去看电影吗 对 然后我把电影片 电影票拿给别人 这个真的是 很不够意思 对 对 我觉得志诚师兄 他感觉是一个蛮固执的人 他坚持他的艺术 然后还有包含这些事情 其实他应该是蛮爱面子 如果我把票给我喜欢的人 就他拿去送给别人 你看这多 这个面子多挂不住 好 好像以前的人都吃些什么饼干 然后就弄了一包蚕豆 打架的过程就让画面很丰富这样 在抢东西的时候刚好 那个蚕豆飞起来 全部都飞到我脸 对 我的票是要送我 我猜你要送我什么 我会议 嘿 现在在电影票 等我这 我为什么要请你看 你 你上面抢我看什么 对啊 不是 你什么要跟我手 你怎么 你票送给女生 女生还辗转 还不是直接送给你 对 还转一手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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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上面的一个效果 去避掉一些我们需要真实去打到的那个画面 就是用那个东西去把它带过这样子 就不用真的去做这么一个危险的一个动作 好 好 今天是要用右手 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对 这个也是 因为它本身是左撇子 左撇子 对 然后右手就怕那个距离有没有 有点不准 我就可能一不小心就要先挂好一下 往碑哥脸上试一试 然后还有一次要往镜头 对 对 那错打到碑哥就道个歉 错打到镜头 要赔钱 你看 你这样害死人 哎哟 其实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女生都是很多人会追 我想你也是一样 那当然 不过 志诚应该不是第一次约女生看电影吧 以他的条件应该不可能 没有这个喜欢的女生 或者是也不可能没有女生喜欢他吧 两个 两个 同公司 对 同公司 连我三个 包含 那两个是道罪 就是对啊 一定会啊 对对 喜欢他 就很喜欢他 很喜欢他的 可是就 听到这个 就很讨厌我 所以那两个一定很讨厌 对 因为志诚对你特别好 对不对 这个一定会有的 因为条件这么好 是啊 那这样子我想志诚师兄 应该是第一次 被人家把电影票送给别人 真的 我觉得当初那个志诚师兄 应该会想说 大家都那么喜欢我 对 这个偏偏不理我 还把票送给别人 对 他真的没面子 对 这一招不错 欲行故纵 以后我们要跟这个 观众朋友讲 年轻人讲 如果你喜欢这个男生 千万不要第一次 去接受人家的邀请 是不是 是 可是你不会 不会怕说 你把票送给别人 那他你可能就失去了 这个机会 对 为什么 我就会不在意他 你不在意他是为什么 我因为我就认为我 我配不上他 因为 你可能 你会不会觉得 他不是真心的 那我请问你 你从小有没有一个 就是幻想 我们女生都会有一个 就是说 我讲 希望我的那个另一半 是个什么样的人 想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 没有 为什么 我的心里只有想说 赶快赚钱 回 寄回家 让家里好过一点 你没有想到说 你有一天可能会嫁人吗 没有想到 你想都没有想到 所以你 你真的是从小都没有看到别人在谈恋爱 你没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 没有 所以说 孕晴 你是男生的话 条件也很好 碰到这样一个女生 我们现在应该以现在的话来讲 他也很怪咖 蛮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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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我觉得这部分很吸引人 是 对啊 人家不是说认真的女人最美 她就是很专心的 她为她的家里 然后很认真的工作 对 这时候会有一光芒出现 反而她不会去在意旁边什么 我今天穿得漂不漂亮 我要去吸引谁什么的 对 但是这部分 男生看到会觉得说 原来身边本来那些喜欢我的女生 就是根本都不值得一提 只有这个人是最亮眼 我最想要接近她 她越不理我 我越想接近她 而且我了解她的好 好 又乖 工作又认真 然后还有 你没有太在意她 对 这一点 对 你跟她真吓笑了 好了 不是只有她追 还有别人追你 谁 里面同时有三个 也三个 也是工厂一样的 工厂不同事 不是只有赖志诚 其实别人也 他们就是买什么东西 什么安娜达洗面乳 对 我们那个时候 最好的叫安娜达洗面乳 对 一夜暗这样跑出来 对 结果 那个男生 他住宜兰 同乡 对 我老公走了 他说要跟我结婚 结果还是 结果他一直都没有 没有 他一直也没有娶 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吧 刚刚运庆讲得对 认真的女人最美 虽然你长得个子不高 又不是说长得这样子很漂亮 可是你却有那种无形的光芒 还是一样吸引了三个男生 好有趣 好吧 你现在有没有一点失落 我不会 赖志诚 有一点失落 不是只有你追 不会啊 因为最后 苏银师姐的心 还是在志诚师兄 感觉呢 我们就不知道 那只有请大家继续看下去 好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下去 迎风而立 这个赖志诚到底要花多大力气 才可以追得到苏银师姐 谢谢 感恩